大家好,九合一选举之后第一次来这边跟各位聊 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相信我们不少的观众可能大快人心在投票之后出了一口气 那投完票之后,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对于这次败选做出怎么样的回应了呢? 上个星期的时候,行政院长赖兴德召开了一个检讨记者会 回去出了一份检讨报告 在报告里面,他虽然表示对于败选,难辞其咎 可是很诡异的是,一方面讲难辞其咎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看那篇败选的检讨报告面 却通篇都在检讨,错都是别人的 好像都不是民进党政府本身的 听起来很奇怪,怎么回事呢? 我来帮各位解释一下 首先在观光业的部分,赖兴德检讨报告里面 他说,大中国大陆用减少大陆观光客作为抵制台湾的手段 造成部分观光业者生意下滑 他在报告面还说,虽然说新增价客员 也就是蔡政府立推的新南向十八国 包括东南亚十个国家,还有南亚印度等等国家 他说新增价客员,这是新南向十八国 弥补了观光客总数 那但是因为这些新增价客观光客 多半都集中在北部还有中部 那在南台湾和东台湾比较没有这些观光客去 所以造成这些部分地区的观光业者 生意下滑,因此自然会有怨言 这样子听起来,好,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好,大陆,中国大陆减少观光客作为抵制台湾的手段 所以这个错是谁错 听起来是不是把责任推到中国大陆头上 而不是我们自身政府头上的呢 可是这真的是单方面中国大陆的错 民党政府都没有错吗 如果说中国大陆要这样抵制台湾 那我们就要问了 为什么中国大陆在前八年马英九总统 国民党政府时代都不会这样子抵制台湾 反而大陆观光客人数不停地成长 然后一到2016年 马上这个大陆观光客人数就快速下跌呢 当然显然很明显了嘛 就是因为民党政府不愿意承认九个共识 所以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对话 整个就停下来,中断了 双方没有沟通管道桥梁了 那你中国大陆何必跟你客气 来啊,双方就硬碰硬 就这样抵制你 那你民党政府自己的政策 导致了两个之间的对抗 导致了观光业者的受创 那这难道不是你自身的责任吗 为什么都要把责任推到中国大陆头上呢 而且问题还没有完 这个曝光面 他还隐含了另外一种推卸责任的内容 他说观光客虽然说总人数有增加了 但是因为新来的观光客集中在北部跟中部 言下之意好像只是部分业者受害 总人数,至少总观光客人数并没有减少 可是观光业有没有受创 真的只是看分布的地区问题 只是看总观光客人数问题吗 显然不是 我们将心比心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观光业者 你希望的到底是观光客的人数多 还是说追求的是观光相关的收入比较多呢 很明显嘛 任何人都是希望后者才是重点 那问题是后者的情况这两年来变化如何呢 很不幸的是对于观光业者而言是明显的下滑 为什么会下滑 听起来如果说真的观光客总数不减反增 因为新南向18国好像大量的增加了 弥补了陆客减少 那在观光客人数增加的情况下 为什么观光的收入会减少呢 这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观光客 它的消费金额是不同的 给各位看一下一个统计数字 这个数字都是政府公布的数字 不是民间的哦 首先是观光客来台湾的后 每日的平均购物的费用 如果是大陆观光客的话 每天是83.08美元 那可是换成新南向18国之后 他们的平均金额只有42.43美元 降到了一半而已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尽管表面上我们的观光客总人数不减反增 可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观光客 它的平均消费能力落差太大了 导致最后我们的观光外汇总收入 这个统计不包含国际机票部分 那在2015年马政府的时候 是143.88亿美元一年 那但是到了2017年的师太政府的时候 马上降到123.15亿美元 差了20亿美金 也就是一年就差了600亿台币左右 600亿台币的损失 想想看 观光业者能不认身再道 能不叫苦连天 所以但是这样的报告 却把责任推到中国大头上 推到了只是分布不平均的问题上 这样子听起来 这不是推卸责任是什么 而且还没有完 我们这份报告面 爱卿德院长还说 政府在推动劳基法改革 年金改革 还有转型正义 司法改革等等的改革时 改革的用心 虽然深获民众的肯定 但是大部分民众在不了解改革的实质内容上 多有误解 尤其在假讯息的攻击之下 导致改革产生了只有负面的效应 没有产生人本的正面效应 这份检讨报告 这样子的语气 听起来是什么意思 好像讲起来都是假讯息的错 都是民众误解的错 我们政府做的改革内容都是对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 蔡英文总统说 还要追求的 帮劳工追求的是 实质的周休二日 那在没有达成实质的周休二日之前 劳工原本比公务员多享有的七天国定假日 包含光复节 还有行线纪念日等等 这七天 蔡英文当然说 在没有达成实质的周休二日之前 不会砍掉这七天国定假日 可是马上2016年5月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他在他主导的立法院民党多数党 推出来的 所谓的实质周休二日 却是一例一休 也就是可以加班的休息日 加上不能加班的历假日 这样子 真的叫做实质的周休二日吗 蔡英文总统有没有统计过 在他推出来这样的政治之后 多少的劳工朋友 照样还是要一个礼拜工作六天 根本就没有周休二日 那你这样子的东西 你推出来之后 有达成你原本的主张了吗 没有 可是蔡英文总统 还是让他的民进党多数党 在立法院 把那七天国定假日砍掉 那因为你这样子 说话不算话 所以劳工对于你的 砍七天国假 对于你的劳机法改革 怨声载道 请问这样子是假讯帅吗 难道说你蔡英文总统 原本选前说了话 都不算数 说的话那是假讯席吗 还是说 大家觉得说民进党之后 在立法院砍掉七天国定假日 推出一例一休 这样子铁板的事实 铁真正的事实 这也是假讯席吗 那我们再看其他改革好了 所谓的改革啊 那当然在年金改革上面 民进党政府确实选前扬言要改 然后他也确实是改了 可是我们就要问啦 当我们的军工教朋友们 因为自己的年金被砍了 因为政府这样子说话不算话 砍掉了原本几十年前 一二十年前 数年前 他们退休前 答应要给他们的年金时 感到义愤填膺而不满的时候 难道他们这样子 是因为受到假讯席误导了吗 你蔡英文总统 选前确实说要砍 然后你选后确实也砍了 那被砍的军工教朋友 难道他们没有被砍吗 他们真的被砍了 他们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的这样子的 名为改革的作为而不满 到底哪一点是受到假讯席误导了 蔡英文总统要不要拿出那些 证据出一位军工教朋友的 存折证明说 他其实没有被砍 可是他却跳出来骂政府 那如果有这样的人 好你可以说他是被假讯席误导 可以说他是造谣绅士 如果没有 那只怕你政府这样子的说法 才在传递假讯息 传递假新闻吧 那我们再来看看他说了什么 转型正义改革 他也说是民众可能因为不了解 而有所误解 而造成负面效应 那可是我们就要问啊 当党产会一再的无视法院的判决 法院明明就说你是在处分 你的党产条例有违宪的疑虑 要申请大法官解释 可是结果你党产会照样 无视于法院的裁定 不停的做出新的处分的话 我们就要问 难道党产会这样子的 无视于法院的作为 这样也是假讯席 假新闻 其实党产会并没有这样吗 那你的促转会 自己当初你的副主委 扬言自比为东场 扬言说要在选举里面 针对侯友宜的事情 来操作一下时 这些事情难道是假的吗 难道是假讯席吗 这些铁针针的事情 我们的行政院的检讨报告面 却通通说成是假讯席误导 是民众不了解 这样子的说法 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在败选之后 她说 我忘记了 在推动进步改革的时候 同时没有注意到 民众的观念没有跟上来 名为在检讨 可是却把责任 推到了一般我们老百姓头上 那这样子的检讨 说是检讨 其实结果把错都推到别人头上 根本就是在推卸责任 如果用这样子的 推卸责任态度 民进党不只是今年会输 相信在两年之后 总的总统大选 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下场 而且不只是这个检讨报告 有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在其他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类似 不知道反省的态度 我们的高雄 这次选情最火热的地区 在国民党的韩国瑜候选人 当选之后 韩国瑜释出了善意 他表示说 他愿意跨党派 与其他县市合作 其他南部的执政人的县市 是民进党执政人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也跟我韩国瑜一样 承认九二共事 那我就愿意跟你一起合作 一起跨党派 替我们执政县市内的观光业者 农渔民找通路找出路 让产品能够销售出去 让客员能够进来观光消费 当然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这一块要互相做生意要合作 那对于这样子的主张 南部执政的民进党县市首长 都纷纷表示愿意和乐意合作 当然谁不想赚钱吗 于是屏东县长潘孟安 台南市长黄伟哲 甚至北部一点的桃源市长郑文灿 这三位民进党籍的县市长 纷纷都表示愿意跟高雄合作 那可是问题是 一谈到九二共事这一块 合作前提的时候 潘孟安却说 观光无涉政治 所以与九二共事无关 那黄伟哲则说 不愿意在九二共事等前提框架之下 谈合作 可是问题来了 真的不需要吗 我们回想一下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一执政 马上大陆观光客就快速锐减 马政府国民党时代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很明显的 第一个不可能是因为天灾 请问2016年到2018年 这两年之间 发生了什么超级重大天灾 让台湾 要导致外面的观光客 都不愿意来台湾 是有什么核能灾害吗 是有什么超级大的海啸吗 还是什么超级大的地震 或什么超级大的火山喷发吗 好像都没有吧 所以第一个不可能是天灾 只可能是人祸 那第二是怎么样的人祸 是哪样的人造成的人祸呢 如果你说是因为观光业者的服务品质 有问题导致人祸 这话也不太对吧 难道我们观光业者的品质 其实在2016年之前 本来都非常的好 甚至不断的进步 可以导致我们当时的观光客人数 大陆观光客人数不断的增加 可是一到了2016年 马上瞬间就下滑 就变得超烂 导致我们的大陆观光客都不来吗 也不太可能嘛 而且你说如果是因为我们观光业者 品质的问题造成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还可以 得意扬扬的宣称 至少新南向18国的观光客人数 还在不停的增长 甚至导致总观光人数有所增加呢 所以肯见这样子的人祸 不是因为观光业者本身的服务品质 问题造成的 那唯一的可能这样的人祸 当然就是政府政策的问题 我们的新政府 民进党政府 在2016年上海之后 因为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 跟中国大和全面的对抗 那导致中国大和客 就如我们政府说的 用减少路客作为抵制的一个手段 那导致我们的观光客人数 大幅减少 那么问题来了 在中央的层级上 因为民进党中央政府 跟中国大和对抗 导致整个台湾来看 大陆观光客人数是减少的 那么你今天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桃园也好 屏东也好 台南也好 你们今天一方面 想要跟高雄合作 也希望大陆观光客 能够多来你们境内 那都来买你们境内 农人民的农产品 鱼鱼产品等等 可是问题是 你们却又抱持了跟民进党 中央政府一样态度 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 对于九二共识这个问题 采取回避的态度的话 那我请问 中国大陆有什么理由 因为你说嘴巴说要跟高雄合作 那马上就愿意让他们的人 进来你们县市内 来买你们的产品来消费呢 你们同样是民进党 但你们也同样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会在抵制中央政府之余 却愿意跟你们合作 这样逻辑显然说不太通 至于我们的屏东县长 潘茫安说的 观光无色政治 那很抱歉 在经济与政治上 我们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经济与政治从来就不是毫无关系 可以彻底二分的 我们看啊 首先第一个是你 行政院长赖清德 自己也听到报告里面说的 中国大陆用减少路客 作为抵制台湾的手段 那请问 观光是不是经济的议题 那大陆减少路客 是不是政治的问题 可见政治与经济 有时候很难彻底的二分 你明知道无法二分 你还硬要回避 你这是什么奇怪的心态 我们取国际的例子来看 大陆与美国大打贸易战 已经一年多了 那问题来了 当美国现在主张 要跟大陆打贸易战理由是 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逆差 非常大 然后什么长期的 不公平的补贴 大陆境内企业啊 这不是正常的贸易 那可是问题来了 大陆与美国之间 长期的重大贸易逆差 美国亏损严重的话 这件事情难道是 川普总统任内才发生的吗 是川普从2017年1月上海以来才发生的吗 当然不是 长期以来就是如此 那为什么欧巴马总统任内 没有这样子大跟中国大打贸易战 打得这么夸张 那到川普任内他忽然打呢 可见这是政治决定的经济 这是政治影响的经济 因为川普总统他个人的政治的心态 他的政治意识心态 他觉得这样对他有利 对他凝聚他的基本盘支持者 凝聚那些摇摆周知识者有利 所以他决定在任内 忽然就开始打贸易战 所以这是政治影响的经济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选举 在我们的反核实公投通过之后 日本马上就恐慌说 台湾没有办法加入CTPPP 这个也就是原本的跨太平洋 合作伙伴协议 那可是问题了 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 经济上面的合作协议 为什么我们的一个公投通过之后 马上日本的官员 就会这样跳出来说不能呢 可见这也是政治影响的经济 在国际上面 政治与经济从安 很难说彻底的二分 你可以批评说人家不应该这样干涉 但是问题是 现实上就是有很多国家 在互动的时候 会用政治来干涉经济 而你今天假设说我们的产品 不管是农艺产品也好 或者我们的观光业的服务品质也好 都遥遥领先全世界 其他的国家或地区 任何我们的物美又价廉 其他的观光客 从经济纯经济考量上来讲 如果不来台湾 简直太可惜了 因为台湾的一切的产品 又便宜 然后品质又好 所以他们可能因为因此而不受 不会受到政治力的影响 非来我们这边的话 那我们当然可以不怕 可以不愿意去 不用去面对那些什么政治力的干涉 不用去担心 可是今天在世界上 所有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服务品产品 服务品质 可能差距没有那么大情况之下 那当然很有可能因为政府抵制 导致那些观光客就选择不来台湾这边了 去其他地方 而现实结果也证明了 大陆光客真的大幅减少 那你这些民进党级的首长 讲得那么好听 好像想要帮境内的观光业者 还有农民争取福利 要拼经济 可是你却一样 跟你的民进党中央政府一样 对于关键的九二共识继续的回避 那我们不禁要说 你们这些民进党级的首长 跟民进党的中央政府 有什么两样 一样把你们这些 拒绝九二共识的这样的意识形态 看得比观光业者 与农民的基本的生活利益更重要 那但是这真的是人民希望了吗 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在多数个县市 人民已经对于这个答案 投下了否定条 如果你们这些民进党 还是不觉悟的话 那么你们在二零二年总统大选 乃至于下一次 二零二二年的县市长选举的时候 你们只怕会输了 比这一次更惨 现在保住的县市 到时候都未必能保住了 以上